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大家贴一张图片 然后这个是洋葱 红糖 一点点蒜 然后其实这个是卤的香肝食材就是这样 好 来我们加工食材 我们先把炒锅做热 做热干嘛 这个豹子甘蓝来放在砧板上 可能看它更清楚一点 一个个的 真的像小原本菜 但是它跟原本菜真的是不同 像这种小的 我们从中间给它一开二 就是这种状态 然后大的可以给它一开三 我们做水的目的是要给它飞一下水 要焯一下水 我们这个是中西结合 有西餐常用的豹子甘蓝 然后还有中餐的香肝 其实西餐做这个方法也比较多 它们煎着吃的会比较多 那我们今天这个是炒 但是炒我们用一些西餐的调味 好 豹子甘蓝加工完毕 就是这样我们再清洗一下 马上回来 好 那我们香肝 这个香肝大家可以买像我们这种 有味道的老卤的香肝 大家也可以买熏肝 或者是那种白的香肝 全都可以 这个我们给它切一下大的粒 有点像骰子似的 就是这样就可以 好 那我们这边水开了 我们把豹子甘蓝放里面焯水 我们说了一般的我们做中餐的时候 焯水大概根茎类的 其实这个也有点像根茎类的硬度 根茎类的蔬菜 我们大概也就是焯40秒左右 但是这个豹子甘蓝需要时间长一点 大概在三分钟左右 我们这个香肝也要焯一下 我们等这个豹子甘蓝 焯到一分半的时候 甚至两分钟的时候 我们把香肝一起放入 那趁着这个时间 我们来快速的切一下洋葱 洋葱用不了很多 这个洋葱我们只是来取见它的味道 要它的香气 我们洋葱的大小呢 切的和香肝差不多就可以了 好 洋葱就是这样 洋葱不用焯水啊 来 我们接下来还有蒜 蒜呢就给它轻轻的拍一下 不用特别细的这个蒜末 好 基本上这样就可以 好 来 上吃 看一下这个豹子甘蓝 加几块基本上是这样 我们焯水同时呢 其实可以再放一点盐进来啊 大概有两分钟了吧 差不多 差不多 来 那我们把香肝一起放入 焯一下水 我们的这个香肝呢 是有一些轻轻的味道的啊 焯一下水呢也是去一下它的咸度 好 现在基本上三分钟我们关火 把我们这个香肝和豹子甘蓝都捞出来 来 放在冷水里 那我们把这个豹子甘蓝这个水 过完了冷水 我们在这边控一下水啊 好 以往我们炒这个青菜呢 都不过冷水 为什么过冷水 因为我们现在还不马上烹炒 我们现在要做什么 来 我们现在调一个简单的糖醋汁 这个糖醋汁呢 来 我们现在小火啊 一定要小火 这个糖醋汁我们刚才和大家分享 这个有红糖 来 这个红糖呢大概是两勺左右 两勺左右 来 我们现在放米醋啊 陈醋也可以 一勺 两勺 三勺 我们把这个醋和红糖给它熬化 好 我们尝一下我们这个醋和糖的这个浓度 来 刚刚好 刚刚好 这个甜度和这个酸度 刚刚好 好 我们就是在用小火再熬一会儿一会儿 刷下手 马上回来 这个糖和醋熬到什么程度 熬到有一点点拉链的感觉就可以 所谓拉链就是有一点点挂勺 这道菜呢 大家看我这个熬这个糖醋也能感觉到啊 我们这道菜的调味呢是以这个糖和醋为主 那么这个呢一定是一道开胃菜啊 好 这种状态已经有点拉链了 就可以了啊 千万不要过火 那我们把它放在一旁 来 我们现在开始烹炒炒锅 烧热 好 炒锅烧热我们倒入植物油啊 油不用太多 我们润一下锅 好 这个时候我们把料头放入啊 料头很简单 就是蒜末 洋葱也放进来 好 香气出来之后 来 我们把包子橄榄和薰干一起放入 好 这个时候我们简单的先调一下味道啊 所谓的调一下味道 其实我们就放四分之一勺的盐 盐不要太多 来 一点点味精 好 基本上这种状态 来 现在是感觉一下 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糖醋这个水 来 我们把它换进来 香气出来没有 好 这道菜也不用勾芡啊 火气十足 现在开大火 再翻炒几下 OK 关火 我们马上出锅 OK 关火 好 算是 感觉怎么样 来 我今天也活出去了啊 来 为了增加我们的这个醋的复合香味 来 我们出完菜之后 我们来再点几滴巴萨米克醋 真是厉害了啊 来 我们看一眼这个感觉 有没有食欲甚至 来 我们尝一下啊 这个豹子甘兰 回口也是有一点苦啊 其实天气越热 就是越适合怎么样 吃一点带苦味的这个食材 酸 香 回口确实有一点苦 但是这个苦 是非常宜人的那种清爽感 好 那我们这个有一点中西合璧的 这个豹子甘兰炒香肝 成功了 你学会了吗 学会了不用了 给我们点赞观众一键三连 这对我们非常非常重要 今天就是这样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来 盛时 我好像忘了放胡椒粉了啊 其实这个最后出锅 再放点胡椒粉会更好吃啊 有什么可能的 你很均评论 我呢 我能让你解决一天